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盈甄啦 我覺得有的時候陪小朋友 看一些卡通動畫片 也會長姿勢 因為裡面有一些 動畫的主角是從 例如說 比如說人家說那個美人魚 聽說就是從乳梗演變出來的 是嗎 看到沒有 圖文並茂 這樣是不是可以得金鐘獎 可以 但是不是真的只有 有美人魚這個東西喔 對 它是從 聽說是從這個生物演變出來的 他叫如根 你真的太厲害 我們這節目不得金鐘獎 太可惜了 真的是很可惜啊 不只這個 其實有很多的生物都是這樣 例如還有什麼 還有卡通的主角也都是這樣 什麼東西 日本最紅皮卡丘 對啊 它也是從真實生物演變出來的 皮卡丘是真實生物演變出來 沒有錯 也是科學家講的 什麼東西 它是從 李奧娜多皮卡丘 演變出來的 他是科學家講的 還是一個主播講的 科學面講的 我沒人講啦 你真的是很胡說八道大王耶 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有的真實的生物 你在台灣看到的 跟在國外看到的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 會這樣 對 就是在國內看到你 然後國外看到 看到的就是 更奇怪的你 什麼更奇怪的我 看到的就是 不會 它都亂講了啦 所以到底什麼東西 我在這邊看的 跟國外不一樣 我跟你講 等一下它們會一一給你看 有的生物長得大小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 可能那個狗狗有沒有 其實就這麼大 對 國外的狗狗是不是更大 超大 對不對 很多 我們的那個兔子有沒有 很小 一隻手可以掌握 你知道那個國外 尤其紐西蘭 那個兔子有多大嗎 巨兔 像一隻狗那麼大 沒看過了 今天讓各位長知識了 所以我們也請到了 走遍世界各地 看盡怪異生物 也許它們就是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但對面人 他們國家的生物都很怪 其實他們自己更怪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歡迎 地球這麼大 究竟有多少種生物 恐怕連科學家也沒有症結 而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要帶來他們國家最奇特的生物 究竟有哪些 馬上就來大開眼界吧 你第一次來到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哪一些的東西 生物 看起來跟你們國家 不太一樣的呢 有啊 我之前在講英文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是帶 那個什麼一些小動物來學校 然後有一個是帶他家的毛 然後一個是帶什麼 螞蟻之類的 然後有一個是帶什麼 然後一個蟋蟀 就是在一個小地方 然後在英文課之前 他就是來找我 然後就說 老師你要不要看我的蟋蟀 然後他說 他大隻 這會不會是一個按鈕 沒有心暗示 老師 因為讓民小心 都會跟老師說 老師你要不要看我的大甲 他會跳喔 老師我可以逗你的蟋蟀嗎 他就是覺得 他的蟋蟀很大隻 像要炫耀嘛 然後他就說 他說真的很大 然後我說好 你給我看 然後他說 這樣子把那個拿出來 然後他 他 你可不可以好好講嘛 小朋友啊 他拿出來這個 然後在一個什麼小 那個地方可以放嘛 然後可以看得到 它大概是這麼大 可能一個罐子 還是蟋子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個很小啊 很可愛啊 然後他說 明明就很大隻啊 然後什麼 他的同學都是在那邊看 這個對話 如果一開始 沒有聽到蟋蟀兩個字的話 或是中途轉台進來的觀眾 對啊 老師老師 你看我蟋蟀很大隻啊 然後老師就說 真的很大隻嗎 我看看 打開的時候 你這個好小隻 老師的才大隻 到底在聊什麼 蟋蟀啊 下一位 就是把那個 女性的那個蟋蟀的 那個照片拿出來 是 我們 女性的蟋蟀就是 開始這麼大 然後 這是天使蝦吧 以那個木條的尖距這樣 這個 它橫跨兩條木條耶 它是一隻明蝦耶 我跟你講 它是一隻明蝦 對啊 它的那個 在女性的那個什麼 那個蟋蟀 大概是跟你的手一樣大 手長那麼大 手長這麼大 所以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真的是這個大小 而且我們看到的蟋蟀都很瘦 很小啊 這個蟋蟀怎麼有一點啤酒度 它就是肥肥的啊 這個地方是在一些 比較偏僻的地方 在女性上找到的 然後現在也是被女性上 就是國家保護的 所以是比較少 可是它是真的很大隻 小朋友都說 這個應該是用 Photoshop蓋的吧 他都不相信啊 他就說那個 這麼可能這麼大 我是一個養兔子達人 因為我本身養了17年的兔子 所以我對於兔子很有研究 你養17年 對 我養17年 然後呢 那應該家裡地板上 滿滿都是兔子喔 我整個朋友也養過 因為他們繁殖能力特長 對 他們繁殖能力很強 所以要結紮這樣子 然後呢 我之前就有發現說 原來在北極 有一種北極兔長得 跟一般的兔子超級不一樣的 那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兔子是我的兔子 這是什麼 很可愛 這不是面紙盒嗎 不是啦 那個是妥協 這是我們家兔子趴下 然後我是要跟你們講說 我們家一般兔子長這樣 那北極兔的話 耳朵 給他們看一下 耳朵會更短 耳朵會更短 然後腿會很長 然後北極兔 它就跟一般兔子不一樣 是它可以四隻腳 像鹿一樣站起來 就是站起來的方式不一樣 它多大隻啊 你說我這一隻嗎 它2.5公斤 其實沒有真的很大 大概這樣子 它已經像隻貓了耶 沒有那麼誇張 如果它站起來也很高嗎 還是就還好 站起來還好 真的很小隻 是照片拍這樣子 想說你們看比較清楚 就是要近距離看清楚 正常的兔子應該是這樣 就是腿短短 耳朵很長 但是北極兔是耳朵短 然後腿 然後腿特別的長 而且北極兔還吃肉 就一般兔子是吃 就只吃草 北極的兔子會吃肉 然後因為像之前我朋友 他就去那個加拿大玩 他去加拿大北邊那邊 想說要看那個 那個什麼叫極光 結果他沒有看到極光 卻看到北極兔 可是他當下看到北極兔的時候 他不知道它是兔子 因為他說 長得太不像兔子了 他耳朵那麼短 然後腿很長 而且北極的兔子是 一般兔子就是這樣站起來嗎 這樣子站起來 爸好可愛喔 然後可是他只能 只能這樣站起來就不能動 可是北極兔子是可以這樣站起來以後 跟袋鼠一樣跳走 真的完全不一樣喔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看他 都覺得好可愛 他就回去跟Homestead說 那個跟那個民宿的主人說 我今天看到你們的兔子好可愛喔 然後結果那個主人就說 我們很常吃它 你喜歡的話列一隻給你 超可怕的 因為北極兔好像 就是不是少見的東西 在那邊很多這樣 這個是很像 小寶寶而已啊 小寶寶 有些的兔子能落多大 我真的覺得有一些兔子 跟狗一樣大耶 它就是差不多是這麼大 對 最大的跟凱傑一樣大 真的是站起來的話 因為他們也是有時候 可能是你看到他們在野外 在那個草裡面 如果草差不多是這麼長的話 他們其實站起來都差不多是這樣子嘛 他那個耳朵就長長的 為什麼他們到底是變種 還是其實應該原本 所以海傑就把摩托車賣了騎兔子 對 還是說 你懂什麼 就是說還是原本的兔子 應該是要這個尺寸 還是說是牠們變種了嗎 不是 你要想 澳洲跟紐西蘭的動物 都很變態 誰啊 都很奇怪 你想說什麼 都特別大隻 那人呢 也是很變態 很奇怪 更變態 你 但是其實我覺得 台光也很可怕啊 因為像你說瑞典啊 就是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蟑螂啊 那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我跟朋友一起去 我們去燒烤 然後燒烤完那邊 他們打烊了我們 就後來因為還在喝喝一點 那什麼 所以我們就坐在他們那家店面 外面 然後坐在那邊聊聊天啊 然後突然我的朋友就尖叫了 超大聲 然後我就什麼了什麼了 然後他就說 有蟑螂爬在他身上 但是我一聽到這個 我就覺得還好 當來也不是就是困腫而已嗎 那是這樣子 然後 不到 什麼很小有的還會飛 你以為 我們被台灣訓練了好嗎 你剛剛躲最快就你 真的 腳很大聲 對 沒有因為說真的 因為一開始我就覺得 當來就困腫而已嗎 小小的應該沒什麼關係 但是他就突然就是從他的那個 從他的身上就開始起飛了 然後你也都變成我的 就在那邊牽著 就超怕的 因為那邊站著 就是什麼 又飛 又會飛 然後就是他 因為他其實不是飛走了 他甚至是轉圈圈 然後就一邊低 一邊高 然後我一直在那邊 他是不是也要過來 現在要聽在一起 不一定會在哪裡降落 對啊 賭博 超可怕的 請問一下你們的國家有 應該都有張王吧 除了那個以外 沒有 都沒有 南非有蟑螂 可是沒有像台灣這麼恐怖 我第一次台灣看蟑螂 以為他們打類庫存 真的 超大好肥喔 超大 超肥的 你是說蟑螂自己拿的健保卡 然後到診所就說 我想變蛋 你幫我打個類庫存這樣 可是 他們真的 真的太不吃太好了 好肥好大 可是非洲不是有一種 馬達加斯加蟑螂也超大的啊 OK 你說馬達加斯大有 可是馬達加斯加有蟑螂 可是台灣的那個蟑螂它 動很快 重點就是 它有翅膀 而且真的會用它的翅膀 那真的很恐怖耶 因為台灣的蟑螂是 流氓耶 是啊 怎麼說 就會攻擊人耶 台灣蟑螂很恐怖耶 對 超恐怖 我跟你講 我在美國那邊 我第一次看到蟑螂是在森林 還有 沒有 生氣 不是不會怕嗎 裡面很怕耶 剛剛講的跟真的一樣 飛過來我把牠捉走 我比較好奇 你到底有多少隻蟑螂在身上 這個整個褲袋裡面 還有六個頭隻蟑螂 寵物 真的 我跟你講 在美國那邊 我只有在森林裡面看過 而且就是比如說 一些腐敗的木頭 你把它反過來 你才會看到幾隻蟑螂 牠們不會爬進去家裡裡面耶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到台灣 我看到蟑螂在這邊 我說 哇靠 超大隻耶 飛起來耶 我從來沒有看過蟑螂會飛耶 而且台灣的蟑螂很奇怪 就是如果看到牠的話 你要嚇牠 例如說用腳在旁邊 你要嚇牠走開的話 牠不是會走開 這是會軟你是不是 對 牠嚇你 到底是怎樣怎樣 台灣蟑螂超賤的 我跟你講 台灣的蟑螂還會過馬路耶 會 牠會看紅綠燈 我看過 真的 台灣的蟑螂會聞到恐懼 會 對 而且如果你們這麼怕蟑螂 我跟你分享一下蟑螂 哪裡最多 地下 那個下水道 我那個時候也是外型的時候 有去過 然後去 然後一下去之後呢 那個手電筒一打開 下水道通常都是水泥空的嘛 但是水泥它是灰 它應該是要灰色的 但是奇怪 那個下水道怎麼 旁邊都是黑色的 就是怎麼 怎麼這個牆是黑色的 然後旁邊那個阿伯就說 你等著 哪一顆石頭往牆壁一丟 然後灰色牆壁就露出來了 剛剛看了黑色的 全部都是髒蟑 如果那一群全部都會飛的話 真的會把那個阿伯打死 對 那已經你看 下水道的功能多辛苦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哦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哦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哦